人间有情 孝道为先 福慧人间 老友所依 好,来到福慧人间了 很快就过年了 过年之前多数都有一个西方节日 我们香港人都非常享受 无论男男女女、老老乱乱都会享受 因为各大商场都会搞很多活动 因为这个真的可以比美大陆的光棍节 很多人都可以出来买东西 因为这个时候都开始会减价 不知哪年开始定名香港人都要送圣诞礼物给人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圣诞节 哦,接下来是圣诞节 老伯,不知道你会不会有送圣诞礼物给人的习惯 不知为何我们好像 其实这是一个西方人的节日 不过当然如果你送基督教天主教 当然是一个大节日 我们又不知为何开始 就觉得香港人很向往这个圣诞节 在搞一半份中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一定要在大节日 很奇怪 这个可能各大商场都因为要做这个生意 所以说不搞这些事不行 所以我们对圣诞节的重视就是很紧了 如果大家一向傳統的聖誕節都會覺得 除了買聖誕禮物之外 都夢幻希望有什麼呢? 尤其是小時候、小朋友 只是有禮物而已 但是禮物、朋友給你也好 但真正正的感覺其實 不知道你有沒有感覺 希望見一見聖誕老人 也會的 電視見得多而已 不過可能跟聖誕老人合作而已 想見一個真人 會開心一點 我想商場就會有人扮演 但其實民間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會扮演聖誕老人 其實很好的 聖誕老人派聖誕禮物給你 我覺得最適合的感覺 年尾看到聖誕老人 聖誕老人不是得罪說一句 其實都是吉祥物 其實沒有人說的 我真的沒有意義 你見到聖誕老人 你不會揍他 那些邪令不會 聖誕老人覺得吉祥物很慈祥 很慈祥很開心 其實香港除了商場之外 不知為何很少民間組織會扮演聖誕 但是我見到台灣 他們會搞的 尤其是專門老人家搞的 台灣之前我們也做過很多 他們越來越高齡化 越來越多 不是七十歲的 很多人去到八十歲 現在平均年紀七八十歲 台灣很普通 你知道醫學昌明 是 他們台灣也會有一個高齡化政策 還有一個會議 很有趣 他們搞了一間聖誕老人培訓學校 這間學校的精汰資處是什麼呢 他們全部找到四十個 就是我們所謂經常說的銀發一族 參加 平均年紀你猜多少歲 平均是多少歲 七十歲 七十歲很大年紀 我以為六十多歲左右 七十歲 我們以前 小時候覺得七十歲的人很老 除了現在香港 醫學昌明 半人都懂養生 七十歲 很普通 所以近年很多工 退休年紀都會由六十到六十五 就好 很多退休年紀 六十五歲或以上 台灣搞了這件事 其實他主要是為什麼呢 他又希望這班老人家 既可以享受自己 民間的組織 企業 或者有些贊助的公益 有些人都會贊助 但是我們想找聖誕老人家 去哪裡找呢 不如找這班 真是聖誕老人 不是找年輕人辦 現在很多商場 那個聖誕老人只有三十 你皮膚很漂亮 看臉 有時年輕 比我和你更年輕 大哥 有些叫做什麼 小鮮肉去辦 因為沒有人辦 其實聖誕老人 真正適合感覺的 就應該找老人家去辦 但不知為什麼 可能我不太明白 為什麼商場很多都不找 而且香港 不知道有沒有這些 其實怎樣做過聖誕老人 台灣有 現在我最開心的是 他給一些機會給老人家做 他覺得老人家做 不是正確的感覺 而且有真心的說話 老人家過了這麼多年聖誕節 他真的假裝聖誕老人 他真的知道什麼是聖誕節 對 而且他覺得 這個會最重要 要終止跟我們差不多 真的要有空寫一封信給他 他覺得老人家 雖然過了六十歲以上 其實是很有用 而且老人家 如果去到老人院 是這些人假裝聖誕老人 他更加知道老人院 醫院 他更加明白老人家的心理 有什麼需要 對 那麼他派禮物 是不是更加 知道怎麼派 知道怎麼表演 我覺得挺有辦法 不知道香港會不會 搞一些聖誕老人培訓學校 其實不用搞很多日 訓練三五天就可以了 短的課程 課程 培訓客 找一些老人家來做 肯定很多老人家肯定 因為老實講這個叫做服務社會 你去到老人院 香港老實講 都說我們大大小小 幾百家老人院 香港 表現一下 我想禮物贊助的 沒問題 香港很多有錢人 很多慈善組織 你贊助 又不是現在要送什麼禮物 我想送小禮物 很多 我想找贊助商 很容易找 很容易 但你怎麼讓人串連這些 我就覺得 今次看到台灣這個報道 我覺得很開心 就是什麼 他們知道老人家 其實一來 我經常都說 老人家一定有些世藝 我們之前也有說過 之前有說過 有一個組織 在平安鐘裡面 叫你養花養草 對嗎 就是要給老人家的世藝 那老人家去到 報一下佳音 唱歌 唱歌 老人家 玩魔術 可以懂得玩樂器 有些老人家很厲害 玩樂器 又表演一下 整個 聖誕節 本來就是很冷的季節 但你失去就會很亂 加上老人家表演 你會覺得特別 是要尊敬他 我覺得很棒 這件事 我希望香港 最近我在網上 經常看到慈善組織 都說要搞什麼 其實 會不會搞一個 什麼組織都無所謂 搞一個聖誕老人 少培訓 少課程 就叫老人家 我想你去屋邨 很多老人家都肯定 因為很多老人家 想找些世藝 然後就是一連邨 由24號 25、26號 一直做到月尾 報一下佳音 參訪老人家 主要就是派禮物 我經常說 聖誕老人 希望老人家 辦 就叫做入刑入隔 現在你知道很多 都扮聖誕老人 之前我都聽過 不合格的 小孩子 比我還年輕 是嗎 是嗎 我們也不用玩聖誕 又不合格 聖誕老人家 也不需要 聖誕老人家 真的是一個 上了年紀的人 辦 銀發一族辦 我覺得是最合情合理 又開心 我希望 我們香港 在一個西方的社會 一直都這麼多年 陪我們英國 我們對於聖誕節 其實是很深的感受 加上現在的商場 那種推廣 你也知道 聖誕節 已經接近 噴得過年了 大節 就是要賺錢 其實可以搞一下這些事情 老人家出來表演 我們現在是去慈善組織 企業 就算你看到現在 看掌門人的節目 你看到每區都有一些 叔叔阿伯出來表演 很厲害 真的 每星期都是這樣 所以我想說一下 如果你搞這些事情 整個香港 又是開心 現在香港不開心 就搞一下這些事情 其實什麼組織搞都可以 工聯會辦 民間職工民 什麼組織辦都可以 不分左中右 我們不講政治 沒有關係 做好事 其實就不需要分得那麼清楚 所以我就覺得 我看完這篇報道 聖誕老人陪分 正啊 香港有沒有呢 有的 就去我們Facebook 揮手 通知聲音 我們正在搞 我們可以幫到你 我們可以幫到你 騙一些禮物給你也可以 其實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告訴大家 老人家 不要覺得 不對 用成 覺得不需要 其實是 我也不是說得罪講句 六七十歲 現在的人很普通 那些四個字 那些人經常是忽略的 其實他們還是社會動量 那些人覺得失敗了 整個字 我覺得很嚇人真 明白 即是你覺得 老了 不是 你聖誕老人家 找年輕人扮 不合格 你找老人家扮 我覺得合情合理 我們幻想 如果 阿Q仔扮 你們喜歡 開心到暈 阿Q仔發生 開心過我們 阿Q仔發生禮物給你 扮本家人 是不是開心 他駕駛車來 他不是駕駛車來 駕駛車來 你整件事都開心 就是這樣 我們對老人家的尊重 還有 老人家不是 一到那個年紀 不是說 安慨萬年貿易 現在做了這件事之後 其實都可以 你們這個社會 繼續出力 還有最後 看回這篇文 最深刻 如果覺得 他就可以做到 助人自助 因為他以這個鋼 有不少情況 參加聖誕節 學校 那些學員 本身自己都有一些 情緒病 不只是年紀 但是透過這個活動 可以多些接觸外界 同期和年齡的長者 令到他們自己都比較開朗 對於服務人 被服務的 都是一個雙贏的局面 值得推廣 這件事 真是一件好事 希望 不要只吃得別人 台灣搞 香港的朋友 都想想 我們不是需要很多人 只需要十個八個 循迴表演 從23日表演到31日 頭尾都一八九日 其實看起來 以這個降力 之前我們提到的 可能會阻力大些 可能又說成本高 各方面 其實也不像 應該可以搞一下 希望大家 和朋友都支持一下 這件事 我們稍後回來有Q仔 好 各位政眾 最近在這個面書上 我寫了不少懷舊的文章 關於這個灣仔的童年 也都寫過在這個觀塘的時候 紅十字會學校裡面 成長的經驗 反應是不錯的 原因是為什麼呢 很簡單 真是老香港 現後是香港成長的一輩子 六七十歲 開始的是人生邊緣回望 坦白說 香港戰後的成功 其實主要是兩個核心價值 一個就是自由 其後 在這個七十年代才開始有法治 如果大家看回歷史 就會知道 這個戰後 一九四幾年之後 跟著大陸就是來戰 然後再解放 香港就是有 好像一個聚保盤 在東南亞也好 在大陸也好 都很多人逃難來香港 所以其實什麼人都有 不一定只是中國人 當然以中國人為主 而當時也是大江南北 那些人都會走到來香港 那當然有部分 就準備跟著蔣介石 過去台灣 所以很多不少 就聚居在這個條頸嶺 如果看香港電影 大家都看過不少 就是關於這班所謂的 國民黨的遺民 但是後來走不到的 都會留在香港 那在這個五六十年代 其實說真的 這個戰後 英國都不知道大陸會有什麼變化 當時美國就是封鎖這個 就是中國 英美聯盟 那英國人當然要跟著 美國人走 不過英國人是很現實的 因為始終 他們是靠這個做貿易 做生意起家 他又不想完全失去中國 這個大的市場 而過去鴉片戰爭 拿到香港 其實都是為了貿易 而設的 所以你看到 早期香港 其實主要那些基建 譬如船奧 其實全部都跟這個 英國做貿易有關 因為以前來說 走運鴉片 就是一個很大的生意 那你想想 如果你是英國人 也不知道將來是怎樣 那一方面 那一方面 雖然說美國拿來放鎖大陸 但另一方面 英國拿來放鎖25元 就被香港的人搞走私 那而大陸 也要利用香港的缺口 就是 就是 有利國家的發展 所以當年來講 這個這樣的 周恩來和毛利東 就定了香港的政策 就是長期打算 充分利用 就是在這個環境之下 來自各方的英雄 就是在香港 就是自生自滅 但是人 始終有一個求生的本能 是不是 如果是 可以自由發展 自然就是 這個活出精彩的 就像你看電影 就像葉敏那樣 那葉敏也是一個人物 但其實葉敏也是 和我這個年代一樣 從大學走下來 雖然 不是 不是讀書的材料 但是起碼 有一身的武功 靠買帽 都可以建立一個事業 那這個就是 五、六十年的香港 所以 寫這類的文章 其實 同代的人 就是 反應很強烈 其實因為大家都珍惜 回望過去裏面 就是我們的成長 很多人熬出頭來 就是無論讀到書也好 或者讀不到書也好 都是經過自己的努力 創了一番事業 不過 回歸之後 當然 這番景象 就是越來越不同 和以前大有不同 所以很多人很慨嘆 也都懷免過去 最近呢 就去台灣旅行 我好像上一集說過 就看了一本書 這本書各自 講到台灣 為什麼台灣呢 近年雖然經濟會比香港差 但是人情還沒那麼濃呢 原來的歷史背景也是一樣的 因為在四九年之後裡面 台灣 脫離了日本的殖民統治 但是 蔣介石帶人過去台灣 也是帶了大江南北的人過去 其實都是 一個小型中國來的 因為來自各省的人 語言又不通 只有文字相同 大家 相聚在台灣 經過了一整八年的戰亂 鄉民都希望求安樂 所以變成是互相容忍 形成一種文化 這種文化其實 香港過去都有 很可惜 近年 就是湖北京之後 特別是過去這四年裡面 就是這個土共和中共 捧了梁靖興信台 就大搞政治鬥爭 挑撥了族群矛盾 然後承治而興 就是所謂的本土主義 這個本土主義和本土情懷 就是兩回事 本土情懷就是一件好事 任何一個地方 只要那些人身於私 長於私 自治而言 就會產生這個感情 但是本土主義 反而是近年 全世界 就是這些右翼 將很多社會矛盾 轉化成為種族矛盾 變成排外主義 美國也是這樣 歐洲也是這樣 香港也是這樣 最諷刺的地方 就是說 打著本土主義旗幟的人 其實嚴格來說 就不是本土人 他們很多都是新移民的第二代 根本對香港 過去的歷史是完全不認識 也都不關心 不要說是那些歷史文化的歷史 就算是普及文化 他們對那些認識都有限 就是最近我在Facebook中看到 現在這些九十後 或者千歷年代 就是連他們最熟悉的 玩這個電子科技 資進科技 根本一出生 生於這個富貴 每個人都用智能手機 連Nokia是甚麼都未知 所以你不要說 香港的普及文化 或者過去香港的文化歷史 所以可以這樣說 這些所謂本土主義 在香港是沒有跟 只是一些泡沫利用 現在的社會矛盾中 就是興風作浪 當然也有些別有用心的人士 有些野心家 就是製造輿論 對著這班沒有老的青年 就是洗腦 他們就十人牙胃 就大搞得通 不過我早就這樣說 這些東西很快就會成為泡沫 結果梁振英未倒當 已經煙燒雲散 韓國人現在是梁振英 被迫下台 那你說這所謂港獨 本土主義 還有甚麼市場呢 現在是梁振英 是梁振英 是梁振英